美国媒体刚刚爆料 美国正酝酿成立一个 可掌控数百亿美元资金的新机构 以抗衡中国在全球日益增强影响力 这是个怎样的机构呢? 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日提为 为抗衡中国 美国要追加数十亿美元海外投资的报道称 美国政府计划将数个鲜为人知的政府机构合并为 一个有权进行600亿投资的新机构 这个数字超过目前旅行这一职能的机构上限的一倍多 报道称 新机构主体为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这是一个由尼克松建于1971年 旨在帮助美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进行私人投资 以促进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的公司 在正式建立后 新机构还将接管 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管理的数个项目 其中最大的项目被称为发展信贷授权 报道还称 新机构将拥有广泛授权 已在为别国提供重大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的融资选择上 与中国旗鼓相当的竞争 推动这一计划的法案目前已获 美国众议院通过正面临参议院的考验 据报道 美国国会也正在为推动这一法案通过 扫清最后障碍 美国参议员克里斯·孔斯认为 非常接近通过 我们在参议院中只得到了少数人的支持 但我仍然乐观地认为 在白宫的参与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我们将搞定这件事 新机构成立目的何在 华尔街日报的解释是 为了抗衡中国 报道称 该法案的事后反映了华盛顿两党 越来越关注中国改革全球贸易路线的雄心壮志 美国参议员尤其对中国2013年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倍感关切 该倡议让中国得以在全球发展领域上展示肌肉 要凑600亿美元搞海外投资 还瞄准了基建项目 又说为了抗衡中国 读完《华尔街日报》这则消息 会不会感觉美国这是要追赶模仿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院长金灿荣9月1日表示 美国此举显然是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 意在在海外基建项目上与中国竞争 金灿荣说 因为中国在这个方面挺强的 近年来也获得不少项目 而从总体上来说 这些项目对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挺好的 美国有一点要跟我们竞争的意思 美国感觉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 在金灿荣看来 从影响上看 美国此举可能会让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 与美国产生竞争 但对非洲的影响并不大 因为拉美地区离美国近 后者的政治影响大 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的企业应该做好心理准备 金灿荣说 但美国的工程能力不如中国 中国工程能力绝对世界第一 所以美国此举并不会对中国企业产生太大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